歡迎收看 媽媽好生 自從這個當了 就是媽媽的諮商師之後 因為他們常常掛門 會講一些家裡面小朋友的壓力來源 通常都是夫妻 我這十年來我有一個深刻的體悟 就是女人如果嫁錯男人 就是這一輩子最大痛苦的來源 真的 太慘了 不管這個女人是有能力沒能力 是女強人還是嬌小的這個想法 都一樣只要嫁錯男人很恐怖 但是我也發現一件事情 就是常常在 這個夫妻開始有一些些 分崩離析的這種一開始的開端 但大部分女人就是 沒有去處理它 就隱忍 對 然後人生 或者是就是一直蓋著 這樣子其實不太健康 因為到時候 所以你的意思是說 為了不讓大家太 我們今天就讓大家 再把 對 我們要這個 防患於未然 要預防勝於治療 對 而且今天我們要 除了請爸爸媽媽 媽媽們 能夠分享一下 她這個婚姻當中 可能有一些裂痕之外 我們還有一個 非常中肯的評論家 是 幫當 Cue你囉 而且你看就是在她背後 媽媽受夠了 這一刻想和老公一刀兩斷 真的 是不是 對 就是我們很想常常 跟你們講這句話 對啊 其實有時候老公心裡 偶爾午夜後悔的時候 好不好 一閃而過 但是我跟你講 跟各位忠告一下好不好 好不好 還是要注意你的言行舉止 所以小燕哥今天是來 當作這個男人的發聲代表 就是這些畫面 上面看起來這些指控 都還滿恐怖的 是不是 對不對 所以如果你花光 老婆一身積蓄 這也是圓得回來的嗎 這 花光一身積蓄 這個 花光一身積蓄 這還多聊 是老公 老公花光 那老公的一身積蓄 那不 你要幫老公 護援回來喔 沒有...如果是那個老公 好不好 怎麼樣 那你就從這個先看 從這個是 很精采 很害怕 請上座... 上了 就勇往之間衝吧 這個故事是 你的積蓄先講一下有多少 三百年 那數字不好說 對 就是我老公他三年多的時候 三年多前就出來說 他想要創業 對 然後那個時候呢 就是他跟我講說 他有準備大概兩百萬的 預備金 然後我就想說 因為其實還有育嬰津貼嘛 然後再加上我自己 本身有一點儲蓄 所以我就想說 老公創業很好啊 那我就跟他想說 你就放進去吧 那家裡面就 我會幫忙撐著這樣子 然後我想說 反正這樣子 至少沒有收入 也不會有斷糧危機 對 結果就這樣子 一年過去了 就有一天 因為畢竟津貼 還會有發完的時候 然後儲蓄也會 私房錢也會有燒完的一天 然後我就跟我老公講說 老公我就是 存款有一點 快燒光了 那妳可以 就拿一些妳的 預備金出來嗎 結果他就跟我講說 我說為什麼 他就還跟我講說 那個是其實 那兩百萬是港股 所以我如果要用的話 我得把它要贖回來 我說那妳要贖回來的話 妳大概要多久 就是我可以等嘛 結果他就說 可是現在股市很不好 我現在贖回來就是賠 妳要認賠嗎 天啊 他把問題丟給妳了 對 然後我就好吧 那就再撐一下好了 然後那個時候 一定會沒錢 就會很擔心沒錢 然後你知道女兒又在那邊 也不能讓他餓肚子 所以那時候我就想說 那好 那就撐著 我就很怕就是晚上半夜 然後女兒在睡覺 我就在那邊工作 因為就是要想說他賺錢養家 然後就又這樣子又撐了一年 就有 那時候真的很辛苦 我記得有一次我回家 就工作到一半 我媽就忽然把我拉到旁邊 然後她就跟我講說 妳看還好嗎 然後我就跟她講說 怎麼了嗎 因為其實我沒有告訴我媽這些事情 就一直讓她覺得 我就過得還不錯這樣 然後她就跟我講說 我剛剛從妳包包 因為包包沒有放好 我從妳包包裡面撿到一張收 就是提款單 就是我們提款 款不住的那個收據 對 她就跟我講說 妳存款裡面剩下兩百塊 妳要提出來 我的天啊 本來因為就是這樣撐 然後結果後來又撐了 就是一段時間之後 有一次就看到新聞 就是看到那個港股大展 我就很開心 我就傳給我老公說 老公妳那個股票給妳賣了 因為漲了嘛 結果她就跟我講說 可是就是我有小道消息啊 再過兩天的話 因為是前公司的股票 再過兩天的話 可能會漲停板 然後再過兩天再賣好了 然後我想說好 結果過兩天之後 我就發現她開始小幅下跌 我就說不行啊 不會再漲了 妳趕快去買 結果她就又回我說 然後我那時候真的 就覺得心情真的糟到不行 然後結果後來有一天 回到家子 就是一樣回娘家 然後我就跟我媽講說 我覺得我真的撐不下去了 因為 就真的是對我的 不管是心情啦 然後還有就是 健康也都很不好 我就跟我媽說 就是我真的有想要 就是帶著小孩子走 因為我覺得我自己就可以養 我幹嘛要多一個 我還要養她 然後 可是我媽那時候跟我講說 就是小孩子如果 沒有爸爸的話 其實也不好 她在成長的過程 她可能會被欺負啊 然後她缺乏父愛 她可能會有一些 所以我就 就 我媽就叫我再想一想 如果後來就回去還是 就忍下來 對 就一直到現在 所以一直到現在 對 所以其實現在的狀況 還是妳努力在 她現在就 對 還是什麼 但是她有努力 就是現在她有 她們公司有比較好一點點 但是還 還在加油啦 那老公我沒有跟你講 關於這些付出跟 感謝妳啊 或是 以前我老公 他可能位高全長 所以他對我講話 就是有一定說就是 你那個就是 什麼小事 小事你也拿來煩我 老闆跟員工講 對 你們公司就股票那幾毛錢 這種事情 你也要拿來煩我 可是他現在就是很會 跟我有同理心 然後他會覺得說 假日的時候 他帶小朋友出去玩以前的時候 我想睡覺 你帶他出去就好了 其實我覺得還是有得到 很多我想要得到的 可是像遇到這種狀況 你會怎麼處理 如果以你的經驗的話 其實我們有很多工作人員 就覺得我們這一行 真的太累了 薪水又不多 你知道嗎 去跟人家開一個 什麼咖啡店 旁邊的聲音好大聲喔 開一個咖啡店 開一個咖啡店 套一句政府官員的話 跟你們老闆要啊 他會給你們 然後去開一個咖啡店 然後半年又回來上班了 然後上了半年又說 我們跟朋友去開一個串燒 最近那個串燒也是雞排 很紅 又辭職了 又去半年又回來 我覺得這個 這個其實滿辛苦的 對 不是那麼容易 其實老實說 我覺得都是賭注了 對啊 那有沒有想過 要跟老公怎麼溝通 就是中間真的 有一直來溝通 那其實我也會就是 真的其實在 半夜的時候 其實還滿常吵架 我就問他說 就是你自己也要想清楚 你到底想做什麼 我覺得創意的最可怕就是 你根本不知道你要做什麼 對 你們真的要跟他設一個停順點 然後還有就是 要搞清楚他的那個 預備金啊 到底是真正的 好 結束了嗎 謝謝 謝謝 好 接下來 小郎哥你想要看哪一個 還可以 我 我是看哪一個 我們可以直接看 順選 直接看Stacy Stacy 你哪一個自己去拿 好 馬上要拿起來 就是這裡面 讓人家最討厭的 對 就是這個 什麼 什麼 什麼不懂事 對 你這個太不懂事了 就是有一個時刻 是兩個即使很熱戀的戀人 也會想要分開的那一刻 就是辦婚禮 絕對 可是妳是專家啊 妳是專家 對 第一 因為我本身是做婚故 那婚禮的籌備 本來就應該你知道 就是女生會想要 不是 女生會想要說 不管你是什麼角色 就是你知道 男朋友或是為婚夫 都要參與 對 可是我這一位就 每一次我問他什麼事 他說 你婚故你懂啦 你婚故你處理啦 人家說 把事情交給專業的人 沒有 他就是把我當 免費的婚故來使用 對 那你知道女孩子 我還以為他娶妳幹嘛 我現在有這種感覺 是不是 就為了這 就為了沒錢嗎 對 你知道大小事情 都只有妳一個人在處理 然後妳自己的工作 很忙的時候 真的妳就是怒火 會很上來 然後我們那個時候 就是在設計到那個 洗鐵的時候 在那一刻我終於就是 忍不住了 是這樣就是 這邊有一個小天使 然後他拉出來以後 還有愛神的劍 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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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就是我這樣子的用心 當我就是問他說 徐鐵妳有什麼想法 說 那妳決定就好 真的嗎 那妳覺得要什麼樣 是左開右開上 妳決定就好 但我已經花錢 請設計師設計好了 拿給他的時候 他整個說 這是什麼 這種最討厭 對 不出音訣嘛 然後那個馬後報 因為我這是西式的設計 就比較適合英文名字 那他的英文名字就是Vincent 第一個每個人拿到都笑他說 誰是Vincent Vincent來了 Vincent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呢 後來改了 改成Kennie L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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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講快一點會有點像台語 而且我 好好聽 對 然後我這裡面還附了一個 就是小禮物 就是愛神的筋 很明顯 對 他說你知道嗎 連小燕姐都打電話來問我說 這根牙籤也太粗了吧 我就覺得我的牙籤 我就覺得 大姐不能幽默一下嗎 我就覺得 我的精心設計都被他毀了 然後我就說 就真的脫口而出說 好啊 這樣就不要結了 等一下妳講還是她講 這是我講的 但是她也硬起來也說 好啊 看怎麼樣啊 對啊 你說這樣子行嗎 為了一個喜帖 大家說可以嗎 小燕哥 你覺得這喜帖像什麼 你老實說 不是 我說真的 因為怎麼樣 不好意思 借我一下 怎麼了 因為說真的 一般人 站在這裡 一般人 他還沒有看到這個 他一拿到是這個 對不對 這個你收到是說 走上頭毯的那一端 還是要走上 金寶山的那一端 因為 你知道嗎 我跟你講 小燕哥 他是有抑鬱的 對 沒錯 合理很多 而且嫁給你 老實說 嫁給你跟嫁給鬼 有什麼兩樣 合理很多 其實 還有桃鞋的解釋是 希望你們白頭協老的 很貴耶 你看 人家瑞欣就是念過書的人 我跟他是桃鞋 是你覺得過不去 還是你覺得你的家人 父親 沒有 真的 沒有 我自己 公公婆婆都對我 非常的開明 對 還是他不好意思明講 對啦 不是 我是說 就是 你 他剛剛陳品一拿出來的時候 我拿到這個信 他這麼還沒給公公婆婆看 就否定我 而且他從來不參與任何事 你憑什麼否定 我想說交給專業啦 可是專業這個做出來 這個很專業啊 我只能說這一張詩節 太創新了 太創新了 OK 可是你就還是答應就對了 所以他跟你講說算了 不是 用錢要答應 就要混混了不答應 錢都滑下去了 小楊哥不能算一定要了 對不對 最理解我的是艾瑞絲 因為已經印了 那個廠商要來收錢了 不然你重印 又是另外一筆錢是不是 對... 而且我印過喜帖 這個東西真的算對 對... 對... 他也OK啦 現在幸福美滿對不對 OK啦 我們Kenny又有個小寶 對不對 多可愛 對啊 反正現在人家都說 有了小孩老公就是 就是那個字啦 對... 對... 他是說屁 你看看... 你看看你同學 兩個妻子怎麼看那麼多 別忘了訂閱媽媽好神 YouTube頻道 還有按下鈴鐺 讓你繼續收看最新影片喔 想要看更多精彩內容 歡迎點選旁邊這些影片喔 sunt眾一點 你就會查看更多 死了 聽他們的聲音 對.... 有趣的 對... 一個人是一個人 有心... 有心...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